还好杀手并没有赶尽杀绝 弗兰克也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可他并没有被吓倒 反而继续调查 狂恶的尸体为何会不一而飞 他在一个废弃工厂的熔炉里 竟发现了朋友的项链 突然有一个人被扔了下来 熔炉也同时启动 弗兰克悄悄地爬上梯子 却看到那个黄毛正在那里换鞋 他也偷偷拿起了一根铁棍 黄毛好像听到了声音 转头看剧却什么都没有 他不放心的潮龙炉走去 同时也抽出了腰上的手枪 弗兰克用棍子打倒黄毛后 慌忙地朝门外跑去 黄毛一枪没打中 立刻也朝他追了出去 弗兰克混进了人群 本以为能趁机溜走 可黄毛却爬上了房地 好像发现了弗兰克 黄毛没有犹豫 直接两枪将下面的人打倒 竟是一个穿着跟弗兰克很像的老人 而弗兰克正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他到底要调查什么 会让杀手警告无效后 直接杀人灭口 熔炉里被焚毁的尸体又是谁呢 外面还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的邪 黄毛到底干掉了多少人 这是2023最新的惊悚悬疑影片 启动 故事背景在不久的未来 因为人类的污染 所有可以用的水源几乎都已干涸 天空虽然经常下雨 可下的却是酸雨 也就是说水里有毒无法饮用 富人最起码还能喝上水 虽说也不是特别干净 经过过滤后倒也能补充体内的水分 可穷人就有点惨了 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渴死或者喝雨水被毒死 弗兰克面前的一对年轻夫妻 就是死于雨水中毒 女人的怀中还有个小孩子 竟然是一家三口全都走了 弗兰克心里有点堵着上 可他什么都做不了 他只是一个报社的记者 仅凭几篇文章又能改变了什么 警察并没有理会他说些什么 同样新上任的市长阿强更不关心 他只关心他的政绩 他要对城市做一个新的发展计划 可一个女记者却大胆的问他 您的父亲同意您这样作骂 阿强有些哑口无言 因为他的父亲是最大的富豪 他怎么上位的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也一直想摆脱父亲的光环 做一个独立的自己 所以才要改变体制 他还在为自己的辉煌人生规划 可有些人却连水都喝不上 对这个冷漠的城市 弗兰克自暴自欺 他也开始酗酒吐蕃 自己因为那些揭露现实的文章 让他也失去了报社的工作 现在为小报社写稿服务 他在大学教书时的学生莫尼 这天晚上突然找到了他 想让他帮自己调查一些案子 城市里很多人都不见了 正在一个个的失踪 莫尼已经搜集了很多数据和证词 他需要弗兰克帮他写一篇报道 制造舆论从而让警方重视展开调查 弗兰克还是答应下来 不过要明天才行 今天被揍的浑身都疼 他只想早点回家睡觉 可在夜里 莫尼突然听到门外有声音 他还以为是室友回来了 可对方却强行撬开了门 随着两声加了消音器的枪声响起 莫尼也从楼上掉了下来 当时有加比回来的时候 却只看到被台上救护车的莫尼 而警方却以莫尼跳楼自杀结案 第二天弗兰克也看到了这条消息 仅仅一夜之间 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没了 说莫尼跳楼自杀 弗兰克一百个不相信 夜里他找到莫尼的是有加比 加比是一个拳手 在地下拳场非常有名气 弗兰克想知道莫尼到底调查出了什么 可加比却让他找到莫尼再说 因为莫尼的尸体不见了 问警方确实一问三不知 弗兰克只好来找太平间的朋友 可通过所有名单查找 也没有莫尼的任何记录 朋友告诉弗兰克 想知道尸体在哪儿 你也只能去问警察了 弗兰克问大黑 莫尼的尸体离开现场后就不见了 你们为什么要处理到他的尸体 是谁下的命令 大黑却告诉弗兰克不要多管闲事 莫尼也许就是因为调查了一些不该查的事 才落得了这个下场 弗兰克头皮发麻 另一边的加比确实伤心无比 莫尼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他犯着莫尼的遗物 却在桌子下面发现了一只染着鲜血的美工刀 于是加比连夜找到了他的老相好 竟然是阿强 两人是在地下全场认识的 阿强一眼就相中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女孩 不过阿强却让莫尼等他改完体质的 到时候他一言九点 查什么不都是分分钟的事 加比不太开心的告别阿强 回家后弗兰克正好登门拜访 加比也让他看了那把染血的美工刀 这可以说明莫尼当时进行了自卫 加比还拿出莫尼的箱子 有他的笔记本和一些文件 而且莫尼最近总会去教堂跟神父交谈 他脖子上的项链就是神父送给他的 教堂外面又来了一车干旱地区的难民 他们已经几天都没喝水了 神父将他们请进教堂 不带给他们面包吃 还给他们干净的饮用水 就连运送难民的司机都有点好奇 这神父可真厉害 哪整的这么多水呢 弗兰克找到了神父 询问莫尼死前调查失踪人口的名字 神父拿来了名单 其中一个名字引起弗兰克的注意 是他朋友酒吧老板的弟弟利奥 他也找到酒吧老板询问利奥怎么失踪的 原来利奥有一家铸造厂 有人曾威胁他把厂子卖掉 可利奥并不同意 然后有一天他就莫名的失踪了 而这家铸造厂也彻底废弃 只能被妻子迪加卖给了别人 问清铸造厂的地址后 弗兰克又回到家研究这些失踪人口是否有什么关联 突然黄毛用塑料袋捂住了弗兰克 不过他没有下杀手 只是警告弗兰克 再继续调查就得死 弗兰克并没有退缩 既然有人阻拦 说明他已经快接近真相了 他来到第二的铸造厂 在里面看到了很多双鞋 他挪开旁边伸紧的盖子 然后爬了下去 里面有很多白灰 他还发现了莫尼的项链 一个可怕的念头用进脑海 难道这里是焚烧尸体的熔屋 突然上面传来一阵声音 随后一具尸体被抛了下来 熔屋也被启动了 里面的温度骤然升高 那具尸体的面部的塑料袋 也开始迅速融化 弗兰克悄悄爬上梯子 拿起一根铁棍 趁黄毛过来查看时 一棍将他打倒 然后混进人群 躲过了黄毛的追杀 不过他也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很有可能所有失踪的人口 都已经被焚烧了 他们在谋划什么 为什么要毁尸灭迹 而且每个案发现场 都没有任何线索 这也说明警方也在帮这些人擦屁股 谁能有这么大的能量 弗兰克隐隐有了猜测 他找到以前报社的同事 也就是开始大胆 质问阿强的女记者蒂娜 通过他弗兰克也得到了 负责酒吧老板弟弟失踪案件 检察官的联系方式 弗兰克连夜拜访检察官 想知道案件的详细过程 检察官却劝他不要管了 你根本赢不了的 不过看到弗兰克坚定的目光 检察官还是选择帮助他 检察官将铸造上 现在老板的身份告诉了弗兰克 是阿强的父亲强叔 还把强叔名下的房产资料 都交给了弗兰克 简直多到让人震惊 弗兰克在地图上 画出强叔名下的所有房产 整个市中心几乎都是他的 而正中心正是教堂 所有失踪人口 都是在这个区域发生的 这不可能是巧合 强叔到底在谋划着什么秘密 此时的强叔正在看着一件古董 当他用蓝光照射后 古董竟然显示出一个图案 弗兰克再次来到教堂 一路尾随神父来到了一个密道 走到很深的尽头 前面的景象让弗兰克难以窒息 那竟然是一处水源 他用手接了一捧喝在口中 这还腾了是沉泉水 喝着还有点甜的 差点以为神父才是最大的boss 原来这里是这座城市最后的水源 几乎未被人类染指过的饮用水源 本地土著称之为蛇巢 还相信他有治疗的作用 可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被强叔盯上了 他正在慢慢拿下教堂附近的所有房产 里面不同意出售的人也全都失踪 只是他现在还不确定水源的真正位置 一旦确定水源就在教堂下面 神父必将难逃他的毒手 因为长期没有干净的饮用水 强叔早已病入膏肓 皮肤都开始溃烂 他还特意让阿强在提案里加了一项 地下资源私有化 阿强并不同意 他想建设这座城市的未来 他甚至想千古流芳 可强叔只在乎自己的生命 他拿出阿强和家比私会的照片 一个记者偷拍下来 想用这些照片赚钱 只要阿强同意提案新家一项 并且与家比分手 强叔自然汇报儿子处理掉一切后顾之忧 为了前途阿强不得不同意 黄毛也直接解决掉那名记者 提案突然将了地下资源私有化 弗兰克再傻也猜得出来 幕后就是阿强 他让蒂娜发表文章公布阿强的阴谋 蒂娜却不同意 没有证据啊 你想因诽谤罪死在监狱里吗 弗兰克只能跟踪阿强 看能找到什么线索 可他却意外的发现 家比竟然跟阿强在一起 他也对家比说出 是阿强派人杀死了莫妮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还真以为你们能在一起 你不过是个玩物而已 让他感到刺激新鲜 人家有正事 出入各种场合时候会带着你吗 果然当阿强举行了一个晚宴 为自己提案拉票的时候 身边站着的女人 才是他们登户队的未婚妻 弗兰克利用记者的身份 想混进晚宴 却被强叔的人没收了录音机 还将他带到了屋顶 弗兰克在死者中偷回录音机 并偷偷按下了录音键 然后当着强叔的面 他说出了强叔的所有龌龊事 还当着所有来宾 大声指责强叔就是杀人凶手 只为了占据最后的水源 弗兰克被赶了出去 可惜录音机还掉落在地上 阿强捡起了录音机 也听到里面的全部事情 阿强很愤怒 却不是因为父亲杀害了多少人 而是这种舆论会把他搞下台的 强叔让他不用担心 弗兰克今晚就会消失 不过还有一个小问题 加比也知道这件事 他希望儿子不要手软 必须要除掉自己的情人 他建立的帝国将来 可不是为了传给一个懦夫的 阿强找到了加比 让他先不要声张 只要再给他一点时间 他成功后就会将录音机交给警方 我父亲哪有你重要啊 加比当然不同意 你就能忽悠小姑娘 他只想为好友报仇 于是阿强也露出真正的面目 但他忘了加比可是个拳手啊 防守便打掉他的枪 两人也缠斗在一起 另一边黄毛也将弗兰克带到了熔炉旁边 本来想活活烧死他 却因为废话太多被弗兰克撞进了熔炉里 掉落中弗兰克刮到了开关 熔炉也启动了焚烧模式 双方纷纷陷入了苦战 加比和弗兰克也渐渐落了下风 身中树刀的阿强还是掐死了加比 黄毛在死之前也拉下了刚刚爬上去的弗兰克 现实真的这么残酷吗 当然电影还是要抱有一丝希望的 弗兰克再次踹下黄毛 终于爬出了熔炉 而加比也从昏死中醒来 看着旁边流血过多死去的阿强 他也拿走了那台录音机 将录音机还给弗兰克 加比骑车远去 到底要去哪 他也不知道 可能也会像莫尼一样吧 弗兰克将所有证据都交给蒂娜 经过这次报道 报社也希望弗兰克可以回来工作 不过弗兰克却拒绝了 为了侵占最后一处水源 强述谋杀城中的居民 扼杀这座城市的梦想 他也最终将被审判 城市中仿佛又恢复了平静 教堂下面的水源 如同黑暗中的一点光辉 也为这座城市重新带来了生机 弗兰克也将继续莫尼未完成的理想 为这个城市继续与那些魔鬼反抗